拍打商人的海水在零下低温中瞬间凝结 在屋檐边结下根根冰柱 海边的房子冻成冰屋 无论树木道路的指示牌全部裹上厚厚冰层 提防也不例外 地面宛如溜冰场战都站不稳 几十年来最猛烈的炸弹气旋冬季风暴 在耶旦节袭击北美 范围从五大湖延伸到美墨边界 重灾区纽约州第二大城水牛城 伊丽湖边的建筑几乎全部结冰 从空拍画面中整排湖边别墅 住家或餐厅包裹在冰中 乍看还以为是一座座精致冰雕 宛如灾难片 明天过后 电动车特斯拉的工厂 大半面积被雪掩埋 剩下大大的商标 车子覆盖白雪 街道上空无一人 水牛城几乎整座城市瘫痪 有些人待在车里被冻死 有些则死在街上的雪堆中 民众记录暴风雪拍摄时 意外将受困的路人救上车 被冻得说不出话 全美至少34人死亡 超过15万户停电 1700多个航班被迫停飞 惨遭停电的住户 没有热水和暖气 只能跑去避难所 气象局警告 户外活动可能会导致 几分钟内冻伤 在大陆吉林茶干湖 年度的东部正在火热进行 在传统的冰夏走网下 一只只大鱼捞捕上岸活跳跳 今年已经连续6次红网 也就是单网出鱼量在10万斤 产量最高出鱼量 更达到了50万斤 记者组合报道 海黄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它有严选的大干贝 另外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一颗一颗的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 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